动手 忽然香炉附近空间波动一起 银发青年和美艳女子几乎同时从虚空中闪出 口中漠然发出冷冷的命令 顿时四面八方灵光闪动 数十件宝物一起被寄了出来 化为片片光辖气势熊熊的向羽群一卷而去 其中还夹杂着火球电弧等一些大范围的法术 看来所有人都神通尽出 想务必一击之下解决这些黑血液 轰隆隆一番巨像连番传出 整个一群彻底被五颜六色的爆裂淹没 随即一股股寒热交替的暴风 从爆裂中心处漠然散开 巨大风压 即使身处百丈外的众羞都不禁面色一变 连退数步 当光芒狂风都消散后 那些黑血液所处之地早已空空如也 连一丝灰烬都未曾留下的样子 见此情形 助兴青年和美艳女子都露出了满意之色 四周群修也大为高兴 虽然以他们的修为对付着区区一群黑血液 原本就是杀鸡用牛刀 但是如此顺利就完成此行的第一步 自然是一个不错的预兆 助兴青年 抬手冲香炉一招 炉中碧绿檀香 丝毫征兆没有的熄灭 化为一团黄光落到了其手中 在一翻转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马上霞光又是一闪 取而代之地献出一套银灿灿的小旗 每一杆只有数寸长短 上面明印着许多紫色符纹和一些雷电花纹 给人一种神秘异常的感觉 现在黑血液的威胁已经没有了 下面我等就要进入山中真蝉兽巢穴了 这一套玄晴天雷旗 几位倒要过来一人领上一杆吧 银发青年目光冲修事中的几人一扫 缓缓说道 当即这几人互望一眼后立刻飞身上前 一人从他手中取出了一杆小旗 其中赫然有那柳姓老者 好了 除了赵道友和寻道友留在外面 警戒一下外 其余人都跟我夫妇走吧 青年冲一名老者和一名中年人吩咐后 就和美艳女子一同化为两道惊鸿直奔巨山而去 其他人也没有迟疑 同样驱动顿光跟了过去 只有被点名的老者和中年人互望了一眼 苦笑一声 当即二人掐绝下 身形再次隐匿而去 其他修事已经随着助姓青年夫妇二人 从巨山某处的一个看似天然的洞口处 进入了巨山的山腹中 一盏茶的功夫后 韩丽等人均出现在一个潮湿阴暗的地下通道中 通道中到处都是道玄的中乳岩 四壁挂满了水珠 地下齐滑无比 长有一些寸许高的无名青苔 整个通道蜿蜒齐驱 不停地向下斜着延伸下去 好在这天然形成的通道总算够宽大 让在离地数尺缓缓飞行的众人 不至于真的徒步前行 韩丽不停地四下打量 偶尔有些大的出奇的毒虫 从某些缝隙中飞向他时 都被其手指弹射出的一根根红丝 随手动穿 直接化为了灰烬 其旁边赫然是那名萧仙子 此女同样一脸慎重之色 浑身有一层忽隐忽现的白色光照 无论什么样的毒虫扑到其上 立刻回化为一团团晶莹冰块 掉落地上 不光是韩丽和此女 其余修士也施展各种小手段 同样击杀着敢靠近身前的任何毒虫 这些虫子别看不起眼 但是谁也不敢真让它们咬伤一口 毕竟蛮荒界古怪东西多不胜数 即使看似没有气候的普通毒虫 也可能让一名高洁修士立刻独臂身亡 这种事情以前并非没有发生过 众修一路向下 并且队伍中开口说话的人越来越少 最后整支队伍都变得安静起来 除了扑扑不断地被灭杀的毒虫外 再无任何声响 通道中倒也不算太阴暗 四壁不时有一些不知名的石头 散发着淡淡的荧光 似乎和人族修士常用的月光时颇为相似 如此一来倒是方便了韩丽等人的前进 再向下走一会儿 韩丽默然神色一动 向队伍前方大有深意地望了一眼 似乎发现了什么 与此同时 走在最前边的银发青年也是眉头一皱 突然和美艳女子身形一停 接着韩丽等人耳中马上响起了住姓青年的传音声 大家小心一些 我感应到前边出现两只虫兽 接近化神的气息 正好挡住了我们的巨路 附近还可能有其他虫兽 我不便放出太多神念去查看 必须先有人过去 亲眼确认下是和虫兽再说 小心一些 先别动手 所有人一正 但马上就有一人站起身来 让再下去看看 再下别的神童没有 在顿术上倒还是有几分自信 就不知祝前辈是否信的过在下 哈 原来是游凶 倒有的封顿术神妙万分 朱某正求之不得呢 银发青年一看清楚那人 顿时满脸是笑 此人就是出发前在兵殿上发问过的那名 斗笠老翁 老翁闻言 黑黑一笑 身形顿时一股清风吹过 人就踪影全无 果然是那神妙异常的风顿之术 其他人则停在原地静候了起来 不少人对前面突然出现的党路重寿 都暗自大感兴趣 只是一顿饭的功夫 老翁身形又在清风中现行而出 位置正是其原先消失之处 要不是所有修士宁神注视 几乎都以为老者根本未曾离开一步 而老翁一等全部身形都现出 当即冲着住姓青年夫妇一躬身 游某已经查过了 前面是两只漩涡兽 恐怕是要有些麻烦的 漩涡兽 一听这话 通道中的修士又是一阵骚动 不少人脸上都现出了意外之色 即使住姓青年 也不禁眉头一皱 韩丽泽脑中立刻悬浮起了 漩涡兽的相关信息 漩涡兽是一种虫兽 此兽倒并不太可怕 但是它出现在此地却大为麻烦 因为此兽别的能力没有 但偏偏天生精通水雷两种顿术 并且还胆小如鼠 稍有风吹草动就会逃之夭夭 无奈的是 此虫兽还有个名字叫做古明兽 会在发现敌人的时候 身躯就发出类似巨骨般的怪名声 声音之大 几乎可以洞穿数百里之遥 故而人妖两族一些大宗门和大神通 干脆驯化了此兽 专门放在一些要害之地 担当警戒之用 若不能做到一击必杀 肯定会惊动整座巨山的其他虫兽 到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 就只有天知道了 这倒是有些棘手了 忽略的神通可做不到一击必杀 绝对会误了大事 银发青年见此 苦笑一声又望向其他几名化神后期修饰 这几人眉头都皱了起来 全都没有多少把握的样子 这等关系到整个计划的事情 若没有十足的信心 谁敢轻易硬承下来 而同时精通顿术和一击必杀神通 也的确有些强人所难 住兴青年见此 脸色渐渐阴沉了下来 谋划数年竟会因为区区一只虫兽 而功败垂成 难道不能施展土顿术 从一旁绕过去吗 一鸣修士不明所以问道 能绕过去的话 在下还会如此头疼吗 此山不知何处 有一个巨大的灵磁石脉 一顿入山石中 所有身具灵力存在 都会被其强行紧致吸走 但是只要不施展土顿术 却也无大碍的 灵磁石脉 不少人听到此言 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脸色大变 那发问这人 更是脸色难看异常起来 一时间更无人敢轻易开口 住前辈 若是在下能解决另外一只 是不是真蝉血到时会多分 再下一份 此人说话懒洋洋的 忽然从修士中传出 说话之人 赫然就是站在队伍尾部的韩力 一旁的清秀女子文言 则是有些恶然 怎么 韩道友有把握解决此受 若是真能够做到的话 多分道友一份真蝉灵血 倒不是不行 但若是失败的话 朱星青年一见 韩力也是大感意外 有些迟疑 显然他还是不看好 韩力这么一位 化神终其修士的 哼 前辈放心 若是在下失手 有何损失 在下负责赔偿就是 韩道友看来 真的是很有把握了 好 另一只虫兽 都交给道友了 朱星青年倒也果断异常 只是略微沉吟了一会儿 竟就点头答应 倒是其他修士一阵 怯怯思语 神色各异的打量 韩力不停 有些人甚至毫不掩饰 露出了怀疑之色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游道友 你隐匿过去 在一旁辅助一下 韩道友吧 行 这个可以交给老夫 这一次老翁倒是一口答应了下来 于是下面 在柱姓青年嘴唇微动的 冲美艳女子传音了几句什么 此女两手一掐绝 莫然体表浮现出朵朵红霞 一闪 在原地消失不见 而韩力却是掏出了一张紫色符绿 往身上一拍 顿时在银色符纹中 同样无影无踪 倒是老翁还是施展风顿树 接风而走 在那老翁的带路下 韩力和美艳女子只向前飞行了一会儿 就到达了目的地 在前边一大截宽阔多的通道中 两只白白胖胖的硕大肥虫 正各自趴在一段石壁上 啃饰着上面一种不知名的青苔 这两只肥虫 肌肤精盈 并且一节节仿佛一个巨大的残涌 但其中一端 生有一颗不大的头颅 上面不但有六只红色小眼 而且啃饰青苔间 一只长满獠牙大口 不时开合 竟奇大无比 韩力已经施展了虚化之术 就是炼虚羞水都无法发现 自然更不会担心 区区两只化神级虫兽 发现其踪迹 当即大模大样地 直接飘到了其中一头虫兽上空 目光才朝着某个方向一扫 在其明清灵目之下 另一只漩涡兽附近 一道淡淡的红影赫然站在了那里 是施展了顿数的美艳女子 而在此女树杖远身后 另一道模糊的清光飘忽不定 却是借助风之力 遮掩了身形的游性老翁 但此刻二人全都面带一丝惊疑 四下张望 根本无法感应到韩力的存在 韩力也不在意 嘴唇微微一动 无声地传音了几句 点明了自己的所在 这二人脸上自然惊讶万分 但老翁所化清光 却一闪到了韩力这边 却绝不敢接近那韩力这边 重授十丈之内 显然太过接近的话 她根本没有把握 不被发现 倒是那美艳女子 不愧为恋须修士 在亚瑟已收后 人直接就飘到了 另一只重授的五六丈之外 无声无息地停下 一时间三人均都原地不动地站立 只传了两头漩涡兽 啃食青苔的沙沙声